大家好,9月16日第九部视频 这次疫情过后,很多人非常遗憾 在疫情中失去生命的这些人 一直没有一个纪念碑或者是一个什么名录 能把他们的名字记录下来 更没有一个地方能够把所有 在疫情之中为了更多的人幸福 为了更多的人健康 而奉献甚至失去生命的这些抗疫英雄记录下来 现在发现有人做了这个工作 这就是山东济南莱吾区的道观九阳宫 在这个九阳宫中 供奉了有558块蓝色牌位 供奉着为抗击疫情而去世的中国人 这558个人都是抗疫英雄吧 里面就包含了这个吹哨人 李文亮医生 而更多的都是些默默无闻的人 制作这些牌位的是道士梁道长 梁道长说 一个人真正的死亡 就是全世界都忘记了他 他们的灵魂在这里相聚 是一位他们所做的贡献 超出民族 超出组织 超出行业 甚至超出国界 他们的付出对整个世界抗击疫情都具有很积极的意义 这才是我们纪念他们的原因 梁道长说的真好 这些人名是怎么得来的呢 梁道长表示 他在一月底开始从媒体报道里收集疫情中逝者的信息 包括医生 警察 公务员 志愿者 还有其他很多各行各业的人们 他们中很多人并非是一位感染新冠疫情而去世的 而是在这个抗击疫情中因过劳或工作原因失事 真是道教好像在这个乱世的时候就喜欢普通众生 有很多的道士就会下山 和尚都是在盛世的时候出来叫什么 花园 到乱世的时候好像活动的就相对少一些 排位是道教之中亡灵的栖息之所 所以梁道长和道观花了近20万人民币制作了这些排位 而且没有收外面的捐助 这都是梁道长所在的道观 自己的积蓄 他立排位的时候 收到一些来自当局的阻力 但通过协商最后得到解决 把这个排位立了起来 梁道长说在中国宗教比较敏感 他作为一个道士 做这些事情 有可能让人感觉都具有宗教属性 在宗教属性下 外面很多人都会误解他们 认为这是不是以 他是不是想发展他的宗教 或者是替他的道观 再做一些这个发展扬名的事情 或者是打着宗教的名义 想牟利 梁道长说 我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 我应该做这些事情 虽然可能会受到质疑 但这是必须要做的 现在有很多这个 就是这一些被 被纪念的这些人 就558个人 其中的有一些侍者家属 听到这个消息 也都赶到了山东济南来吴 这个九阳宫 来到这儿 纪念一下自己逝去的亲人 有一位女士 她来这里纪念她的丈夫 刘鹤伟 这只是一个内蒙古 某家大型超市的 一名管理人员 她在今年2月 因为保障超市供应 连续工作20多天 突发心梗去世 还有很多人 是因为一直没有 没有办法纪念自己的亲人 知道有这么个地方 就来到了这里 来到这里纪念一下自己 好了 大家有兴趣 可以自己找一找 相应的文章视频 这个倒是做了 很多人想做 而没有做的事情 我们向他致敬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